中秋節快到了 當然要做一些應節食品 之前我也做過奶黃月餅 也做過冰皮月餅 今天我偷懶一點 做一個再簡單的冰皮月餅 也很多人 很極端的喜歡吃 或者不喜歡吃 今天我和大家一起做 榴槤冰皮月餅 講一下材料 材料是乾粉類 即是乾貨這邊 首先有 糯米粉 我30g糯米粉 芝米粉30g 低筋麵粉15g 這裡有些高粉 先放開 後來才用 這裡有砂糖 砂糖有20g 牛奶150ml 煉奶3個湯匙 還有菜油 這是提子核油 3個湯匙 另外就是榴槤肉 大約270克 大約270克 榴槤肉 我沒有新鮮的榴槤肉 所以我用冰的榴槤肉 搓溶去做 接下來會說怎樣做 首先 不如先處理 前面這些粉類的食材 先處理皮 好了 三種粉的 全部 把粉 先把它 過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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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會兒 用它的時候 就好一點 就沒那麼容易 起太多粒 過篩 好 搞定了 放開去 濕的方面 首先我把砂糖 牛奶 牛奶 這兩樣 就是 拌勻 砂糖和牛奶 要拌勻 等到 砂糖在牛奶裡面 可以混合到 融了 拌好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 煉奶 放進去 拌勻 最後 放蔬油 完全把濕的 這方面 所有的 材料 混合 拌勻 我們就可以把 這些 拌好的材料 放進去 同一時間 我們可以 開定鍋 我們就可以 蒸 一會兒 拌好之後 用來蒸 這個皮 這樣 你可以用 鍋做 或者 好像我家裡 現在有一個 蒸焗爐 可以用蒸焗爐 來蒸 開定 現在 我可以把 這個 倒進去 逐小 這樣 攪拌 慢慢攪拌 攪拌至 沒有粉粒為止 可以 用這個 打蛋器 攪拌 或者用筷子攪拌 也很好 這個 就是簡易版的冰皮月餅 所有東西都在一起 就可以了 接著 我就要預備 一個 碟 加少許油 在碟上 然後掃一下 等到 一會兒 粉漿 倒進去 不黏底 好 因為我要 將 這個 粉漿 過篩幾次 等到它 不太有粉粒 就會滑 一些 你看到 也有些粉粒 是不是 我們可以 將它 這樣 過篩 第三次 放進去 這裏 放進去 這裏 不怕會有 一粒粒 第三次 放進去 第三次 就放進去 一邊 再放進去 放進去 放進去 第三次放在這裏 這樣就不怕會有粒粒 做好後拿保鮮紙包著 然後蒸大約20-30分鐘 蒸至熟就可以了 預備榴槤餡 首先我這些是冰的榴槤 因為在這裏很少有新鮮榴槤 然後我們就可以 拆了一些肉去 然後弄融 然後我們在這裏 弄一塊保鮮紙 然後我們就用一個雪糕的筆 或者用匙巾也可以 這樣我就把大約23-25克的榴槤肉 把它放進保鮮紙裡 然後就拆開 然後就拆開 讓它每個都好像一個圓箔 做好之後 然後我們就把它放進冰箱裡 然後冷凍一顆粒 待會做月餅的時候 就會容易定型 還有容易包 蒸了25分鐘 然後我們就可以拿出來 然後就試一下它熟味 用筷子錄進去 出回來沒有黏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刮開 然後用墨實袋 放入墨實袋 然後我們可以戴著手套 然後就去搓 隔著墨實袋搓 我這隻是厚實一點的墨實袋 這樣就容易搓 也不會溶 我戴著手套不怕去醃 搓幾分鐘 等到薄米粉變成糯米糰 冰皮就可以更嫩 然後再黏一團 搓一團之後 弄平一點 弄平一點 因為火要放進冰箱冷一下 攤回去 現在也是熱的 攤凍後放在冰箱冷一下 然後放在冰箱冷一下 然後才可以更容易包 那個 榴槤的餡 所以薄一點便會更快冷 我弄拆薄 然後 一會兒就可以拿來包 這樣 這裏 餡料已經涮好了 餅皮也涮好了 然後現在我們就做 首先我拿一些出來 這樣我應該會分好了 大約拿30克的粉糰 先拿出來 然後我放一點顏色 放進去 這樣我這個就是一個蛋黃色來的 為什麼這樣做呢 是因為我想 那個月餅的皮是白色的 那些那個餡料 黃色也不夠 所以我想在這個餅皮 底部我又再加一些顏色 但我又不想整個 整個餅都是黃色的 這樣我想 我自己有個構思 我想試一下做 我現在試做了 就是我把這個 首先我把一部分的麵團 搓到它是一隻橙黃色 現在這個 你喜歡什麼顏色 放在底部 墊都可以 然後我就想把白色的麵 放在白色的麵皮底 令到它可以 白淚透有些黃 即是我的想法就是這樣 做不做到就一會兒看看 現在就先拆均勻了 如果不想有色素 不想吃的 你可以完全不放都可以 這樣我便將它分9份 然後我便每一份都搓回去 然後我便將餅皮 變成好像一個小波 一個丸子 拿開 然後我便將我剩下的餅皮 又分9份 好 然後我便每一份都搓回去 拆開 拆開一點 中間有一個位置 我便可以將這個 放下去 然後也是拆開它 就好像圓形的太陽仔 這樣拆開它 對了 看到嗎 然後我便可以將餅皮 放下去 然後我拿上來給大家看 然後可以用虎位 這個這個位置 將它這樣 包著它 用這個手 然後慢慢就收回口去 如果你不懂這個 我覺得好像很難的話 就這樣好像猜湯丸一樣 把餅皮拆進去 都可以 即是把餅皮捏起來 捏起來 這樣就可以了 你會見到 這裡暗暗的 就有個 橙黃色的芯在這個位置 在皮裡透出來了 你見不見到 很簡單 首先這裡 就有個帽 這個帽 我先放下 這個帽子 我們就將它 放些 膏粉 我之前的食譜 之前的介紹 都介紹過很多次 你們可以看看 其實就是熟糯米粉 把糯米粉 用白鑊 炒至 微黃色 這樣就可以了 熟糯米粉 然後把月餅 又是這樣 加少許粉 放在這裡 然後把有顏色的部分 放在底部 然後慢慢移進去 移進去 到底部 我的手就這樣慢慢 按一下 對 然後我們 把它反轉 看到嗎 反轉 然後我們先按一下 先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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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太大力 輕輕按一下就可以了 然後放手 然後我們就可以 把它 移進去 看到嗎 看到嗎 它真的有黃色 不是整個是白色的 然後 還有的 就是用掃 把多餘的粉 掃開 掃開了 它就會有 顏色 就會再出一點 看到嗎 這樣 這樣 一個 榴槤冰坯月餅 就做好了 現在 還未吃得住 放進冰箱 冰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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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牙色 看著 大家就會看到 對 是否有色 就是這樣 我現在給你們看了 之前製成了這幾個 先給你們看 如果細小 如果細小 它未做出來 就會矮 最好 就涼好了 不會像我那樣 有些高有些低 如果涼好了 每個人都一樣 就會更好 今天我就不試吃了 因為試吃 要再多一天 等到要冷 但我告訴你 希望大家 都喜歡 亦希望中秋節快樂 大家 下次再見 拜拜